今天是一天,然后呢,厂里面没上班 我这边火还挺多,清风的一个小月车到了 我后来想了想去,其实还是这个车蛮好的 而且这个车能上牌,我已经上牌了 上牌以后呢,这个车动力也蛮好 然后我现在在改这个车的灯 它原车灯是个进光灯,我现在给它改了两个进光灯 这个是铺路的,不会射到眼睛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色远的灯,这个有三千牛米一支 三千牛米就相当于汽车,正常汽车的就是一颗 比较高档的那种大,大灯的一个亮度 好,这个灯的支架还没大 我准备把这个这个色远的灯装到这儿,然后两颗这个进光铺路的装到两边 我这个线路上还差个小费件,因为这个线太长了 我就全部要把它剪断 重新接一下,因为这个车很紧凑,能够放多余电线的地方不多 我就这两天就在干这个活,干完这个活呢 我现在还在做那个,就固定前轮的一个支架 我得把我这个前轮固定到那个板上面 固定到那个板上面,我在做个支架 这个支架图做好了,要激光割了,要把它焊上去 要做一个定位,把它焊上去 好,以后这个小电动车,我就是会长期放到后面 因为它可以上牌嘛,有手续的话 以后在城里面骑啊,去买个菜啊,去超市啊 基本上就合法了,这样子 好,我就开始画图 我还顺带给这个车做个后货架啊 就是在这两个箱的顶上做个后货架 我在房车上看了一个他们还做的还不错的一个架子 我拍了个照片,我觉得那个货架还可以,就是外路式的 这个图我们就喜欢做的 没有演 rage,我会进了个小 bands 老板不太熟,赔了太晚了 5点钟了,要下班了 我这个激光切割这个要割很长时间 因为有点厚,鱼的4毫米的 我刚才急得把材料拉过来 这个走过去是震荡 开杠开杠 这是在测量 自动测量这个板的宽度 测量了以后就准备开工了 %$%$%&%$%$GL %&$%$%&口 攣开工欧 这是搁好的摩托车的加强能的那个很轻的 尽量把重量做轻 一共是两张板 我做这个框也花了很多本钱了 两张板 两张板应该在1500的样子 这个确实漂亮 看一下这个热口 把它清出来 这是做好的另外两片 等一会我们就要来折弯这个东西 折弯上面的这些折出来以后呢 就要来拼接看能不能焊起来 这个飞溅蛮厉害的 这个鱼板背后不能保存掉的 工人的下班呢我们吃完饭我们我跟老板自己过来做啊 就是我们这个料 很轻 现在很轻割掉以后很轻一个人都拿的 基本上这个会做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柱呢 就是模具很长 这个全长有2米 有2米多少2米3 2米4的一个材料 好我们开始煮了 第一刀折这里哈 火彩啊 火彩啊 你换一下哦 一刀 要看一下那个口子是吧 这边还没到口子还插一个好 好 好好好这到了 好到了 然后我要不看一下还是会飘一点啊 这个差一毫米都看得出来的这么一点 是吧 哎呀 裂了 没有 不知道啊 是不是那个口子那里有点力好像 有点没力 就那个口子那里感觉像裂开了 刚才这个地方 这里我们做了一个折弯的一个指示的接口 完美哈 完美九十块 完美九十块 刚才以为裂了 吓死了 后面那个怎么算 不后面那刀从后面里 多少距离你还记得 要不要电脑上去 啊 四百六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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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电脑上看一下 不是开我自己缺口 你缺口 你缺的哈 我这个模具山的那厉害 这个印子好大 我模具责烧在硬上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 折反了 低到折反了 这个标是反的老大 看什么呀 那块料也够不够 那块料不够了是吧 那块料不够了 刚才都没想一下 太太惨了 这是刚才买板的那个材料 就这个 4.0的5052的宝 然后呢102公斤25块 昨天做错一张嘛 现在花了2550 一个兜子花了2550 今天这是第二次 昨天割错了今天重新搞 今天呢我们要趁白天来搞 天太暗的嘛 天太暗的 然后火宝座做的容易出错 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时间压缩到 这个还没有天黑的时候来 然后呢这是折弯线 我没有加了折弯线在上面 啊这避免出错的 反正这个线在外面就不会有错 然而两台机器 这台呢是带了个圆边的 圆边的他折出来了 这个边就会很漂亮 昨天嘛这个就是拿这个圆边的 这个呢就是拿那个老模具会伤的 我说今天都改了拿圆边的 这个牛逼啊 这个是多一毫米不多 少一毫米不多 两边刚刚好 都包着你 这个脚克的胸 哎呀成功了 回去焊了 你这个稍微磨一下好很多 这这里要磨 这个没有伤 这个没关系 这个线到时候 这个线公里放大了 是吧 公里放大了 还好没裂过去 裂过去就掉了 啊拉回家 拉回家继续干活 昨天做废的丢了 啊 啊 准备回去了 今天这个折弯折得非常好 老板送了个饼给我吃 肉饼 吃了就准备回去干活 还要开一个小时的车 嗯